你有善你 在佛家讲的六道里头三善道说报 我你三我道说报 这个念头没有了 六道就没有了 六道的音没有了 哪来的六道的果呢 这些罗汉菩萨佛 他们 他们很自在 想到六道里面来 他就来 他来不是说报的 他来是帮助众生解脱 这个我们常讲 成愿再来 所以他出入境 六道这个观音机出入境 他是自由的 我们不自由 我们在里头出不去 他们来去自由 虽然在六道里面献身 像观世音菩萨 你们普遍兴见的很多 应以什么神得度 他就献什么神 你看他多自在 如果他有一个身像 他就不能献第二个身像 我们执着 这个身是我 这个像是我就不能献第二个像 他们没有执着 所以就随类变化 那变化自在 不是自己心里想 我想变什么东西 那就坏了 那就凡夫了 为什么呢 他又有分别执着了 他的变化不是自己想 是众生心里想 我们想观音菩萨什么样子 他就献什么样子 随着众生心想而变 不是谁自己想 自己决定没有想 想是执着 你们看看中国 我们古老祖先造的字 很有味道 思是分别 你看思 心 心上面画许多鸽子 那个田就是鸽子 那个鸽子是分别 想呢 想心上有像 执着那个像 所以想是执着 心是什么呢 把那个田拿掉 像也拿掉 剩下来那叫心 所以你看看 中国文字之美 之殊胜 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 找不到的 智慧的符号 让你一看 你就觉悟了 你就明白了 所以思想 不是好东西 今天说 某个人的思想 他完了 他六道凡夫 阿罗汉有思 都没有想了 思想两个都没有了 这个人是菩萨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佛 这四十九年 没有说一句话了 那佛要说法 他就有思想了 他没有思想 所以佛今 不可以用思想去研究 佛没有思想 你用思想去研究 变成 变成你的胡思乱想 佛的意思 愿解如来真实意 要怎么去解呢 离开思想 没有思想 你就能够 体会到佛的意思 这是真实智慧 允满的智慧 薄弱心经上 就讲得很具体 讲得很透彻 经文头一句 你看看 观自在菩萨 照见无云皆空 观 观就自在了 观是什么 观照 什么叫观照 菩萨用心叫观照 也就是说 他六根 借出外面境界 眼镜色 耳闻声 鼻袖香 血肠胃 他不是没有 跟我们一样 他立一切 妄想分别执着 就叫观照 那我们里面 有妄想分别执着 在里面 就叫思想 我们用凡复 用思想 他们不用思想 就叫做观照 观照 能见一切 现象的真实相 这个里头 夹杂着妄想 分别执着 我们看 但所有一切 境界 是看成虚妄想 把这个真实相 扭去了 我们 见不到真实相 离开 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 见到 真相 扭去真实相 是我们自己 不是外面的现象 真的被你扭去了 没那个道理 是你自己 扭去你自己的 这个六根的功能 与外面境界 绝不相干 外面境界 永远是中立的 为什么呢 外面境界 是唯心所限 所以佛菩萨 跟我们坐在一起 手拉着手 两个人境界 完全不一样 他在一阵法界 你在六道轮回 这不是六道轮回之外 有个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以外 有个六道轮回 不是的 都圆融在一起 所以说 比如说 这个夜晚 月光很好的时候 很多人都上月 大家看到一样的 个人感触不一样 这个现象 你很容易理解了 个人的境界不相同 外面景色是一个 绝不因为 你的感受而去变化 你从这个小的比喻 小的例子 慢慢去思维 去体会 不可以研究 一研究就坏了 那是越想越离谱 越想越糊 这个道理要懂